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后后待了52年 他离开的时候是宣统元年 离开两年之后宣统三年就去世了 这李连英究竟是寿终正寝 还是死于非命 这后世就有了种种的猜测 李连英的墓葬碑文上写的是 退居之时 年已衰老 功陨于宣统三年二月初四 因此证明李连英是死于宣统三年 你看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面有一个字 功陨于 这个陨就是陨时的陨 等同于陨时的陨 陨落的意思 就是在字典里面是死的意思 但是这个字 那为什么不说病故呢 而说陨 那这里面究竟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说一直以来啊 很多人都对李连英是不是究竟是病死的 这种说法都持之以怀疑的态度 因此要确定他的死因 所以后人啊 就要从墓葬开始 1966年的时候啊 裹着啊 就有一些人啊 就挖了李连英的墓 挖开一看 呵 墓里面居然没有身子啊 这棺材里没有身子 一块骨头都没有 只有一颗头骨 还有头上的一条辫子 哎 没身子 这怎么回事啊 只有一件长袍和靴子 另外啊 在墓里面还挖出来了一颗蓝宝石 还有一颗红宝石 这算起来啊 李连英从死到1966年 挖开他的墓之后啊 这中间有五十多年的时间 如果被盗墓 这下之连城的这个黄金珠宝没被拿走 那为什么把他身子给拿走呢 这不可能啊 所以说只能证明有一点 这个尸骨恐怕一开始就没放进来 所以说后世纪有人推测 李连英估计是死于非命 十又八九 是被砍头而死 确实啊 在民间传说中啊 也有说李连英确实是死于非命的 有人说啊 李连英是在外面放债 有一次啊 他出去讨债 结果啊 这个讨完债回来的路上 被一伙强盗啊 给杀了 所以说就身受益处 这是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 说李连英得罪人了 得罪谁啊 得罪了革命党 这 李连英自从离开了皇宫以后啊 这革命党就逮了个机会 就把他给杀了啊 就报仇 报仇写恨 1990年的时候 有一本杂志登了一篇文章 名字就叫《李连英伸手异处之谜》 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看法 说李连英是被人给杀了 而且还说出了细节 说李连英在出宫之后啊 一直住在护国寺棉花胡同的一所自家宅院里 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忽然有一天 李连英接到了一张请帖 发帖之人是清末第一号实权人物 谁啊 袁世凯的红人 当时的九门堤都江朝宗 这请帖中啊 邀请李连英去吃饭 面对这张请帖 李连英犹豫不定 权衡了半天 最后决定准时赴宴 不过啊 他万万没料到 在吃饭的时候 什么事都没有 可是在回家的路上却遭到了暗算 事后啊 李连英的家人在后海找到了李连英的头颅 但是身体却不知下落 在文章里啊 作者自理行间提到了两个人 这两个人恐怕都难逃干系 一个就是请客的那位 九门堤都江朝松 还有一个就是大太监小德章 这小德章也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大太监 民间一流传说啊 说小德章是李连英的死敌 文章刊登之后啊 李连英被杀于后海的说法就开始流行 但是啊 也有更大的争论 有专家认为啊 这个故事这编的倒是挺生动 但是不合逻辑啊 因为按照古代来说 你说这个行刺的人呢 肯定啊 行刺成功之后 那只会把人的脑袋给拎走 哪有把脑袋给留下 扛着身子走的 是吧 而且也有史学家排除了江朝松的嫌疑 说江朝松那个时候啊 他没在北京 还在陕西当着官呢 当陕西汉中的总兵 一直到民国二年 1912年才从陕西回到北京 担任北洋政府的北京位数司令 李连英死在宣统三年 那是1911年 这时候啊 江朝松还在起千里以外 当总兵呢 怎么会可能去杀李连英呢 还有啊 小德章是李连英死敌的说法 这专家也有人认为啊 这不太可能 说小德章啊 比李连英年龄要小得多 小很多 他是在李连英出宫之后 龙玉皇后 当上皇太后之后 这才慢慢得势 而且小德章从入宫一直到他出宫 从来就没有在思喜太后身边当过差 所以说啊 这小德章和李连英俩人之间啊 就没什么厉害冲突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哎 这时候啊 写那篇文章的作者啊 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说啊 他所说的这些都是有依据的 因为啊 这一切 他是听谁说的呢 是听那位江朝宗的儿子讲的 江朝宗的儿子江宝仓和他的关系很好 江宝仓啊 对李连英被害一事是毫无顾忌 不仅向他讲述了后海的事发经过 甚至啊 还泄露了其中的隐情 说李连英被杀之后 第二天一大早 李连英的弟弟就跑到江府来禀报 江朝宗当时还故作镇静 作者认为啊 江朝宗这种明知顾问的态度 完全说明了他和李连英在后海被杀有关 然而啊 这个证据也遭到了质疑 为了说明小德章和李连英俩人有矛盾 这作者还在文章里说啊 小德章曾经奏请龙玉皇太后下令 查办李连英的财产 但是呢 也有专家认为啊 李连英已经退休了 那退休以后他肯定把他的钱都给带走 他不可能就像文章中说的一样 把三百万两银子还放在宫里 据文中记载啊 说慈禧太后去世之后 李连英就把他收藏在宫里的八十万两金条 抬到了住处 另外 他的亲戚有一百多人 他把这些财产呢 按照亲手远近都分给了他们 总之在民间啊 有关李连英之死有多种说法 有传说他是死于革命党之首 因为李连英正好是死在辛亥革命时期 说他和革命党人有仇 另外啊 也有一种传说啊 说李连英是被公众仇敌所害 那就是说小德章 还有一种说法啊 说他就是在外面讨债的时候啊 别人欠他钱去要账的时候 结果啊 就死在了路上 但是据李连英的亲戚说啊 李连英有一个过季的这个亲戚啊 他的太监嘛 不可能有亲生儿子 但是也有过季的啊 这过季的孙女李乐正说 说李连英啊 死于立即 得病了三四天就突然死了 但是啊 也有专家怀疑这种解释 因为啊 说李连英那是1911年3月死的 那正是初春时节 这个时节得利己 仍然很费解吗 对于这种不同版本的传言啊 虽然都没有找到李连英被杀的直接依据 但是专家认为 那些史料中模糊的记载 以及民间的传闻 还有李连英后人言语间的破绽 恐怕都已经暗示了 李连英之死的种种蹊跷 啊 那现在还不知道究竟什么原因 或许在过些年 李连英之死的谜底 可能会被全部揭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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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л 我们 safety 马ardo 拜拜